大年初二晚间 高雄骑山老街监视器拍下 人潮拥挤 游客人推着人走路 镜头右下角 一台价值超过300万元 白色保时捷轿车 开进老街里 晚如摩西分海 两侧民众看到纷纷闪开 转那么多 进来蛮危险的吧 对啊 而且他们都在这边 真的是很困扰 不止一台 后头还有其他轿车 也跟着开 在人群中慢慢往右转 保时捷开进骑山老街 过程也被游客拍下 po上网 网友猜测可能是导航误导 也有网友Kuso表示 地主来收账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勇敢 闯进人潮满满的老街巷龙 可能是外地人 跟着导航 应该是 骑山老街美食多 在去年被观光署票选为 台湾最受欢迎的老街 春节期间 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现场查看老街路口处 摆放交通锥 游客必须徒步进入 以管制时间为上午10点 到晚间8点 警方事后了解 白色保时捷行进时间 是晚间9点15分 已经过了管制时间 第三区的华中间 中山路等周边路段 有进行管制 警方对于违规 进入管制道路的车辆 最高可以处理新台币 1800元的华红 老街没管制 让保时捷驾驶 以为可以进入 晚晚没想到就算是过了 晚间8点管制解除 骑山老街的人潮 丝毫没减少 摊商也建议 春节期间 是否可以将管制时间延长 避免人挤人的同时 还要东闪西闪 就怕被撞到发生意外 三星胡适应 陈云安高雄报道 资格